11月和12月的股市黄金月在天一把火 首批留学生已抵达澳洲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Amrina 22号开始 澳洲已经正式进入了黑雾打折州 同时 11月19号 周五当天 维州的限制再一次放宽 目前维州对两剂疫苗接种的完成者的剩余限制措施 几乎已经全部解除了 放宽的限制也给这州的打折州进行了一次充分的预热准备 关注我们频道的投资者应该对股市的9月魔咒有所耳闻 和9月相反的是 11月和12月被称为是股市投资回报黄金月 因为数据显示这两月的股市的回报率为正数的概率是80% 进入到11月份以后 西方国家将迎来两次每年力度最大的促销活动 分别是 Black Friday 和 Boxing Day 除了年底的促销带来的利好以外 年底各公司的收尾活动也会一定程度上的助力股票市场的正向走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年底两月所带来的需求飙升同时也可能导致汽油价格的飞涨 为年底假期的出行增加了一部分的负担 有专家预期 油价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达到巅峰的2澳元每升 并且部分地区的油价周期也已经从每周一次调整为每两周一次了 随着接种率的飙升 不仅各州内部的限制不断放宽 国境的限制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上周日两架来自新加坡的飞机分别抵达悉尼和墨尔本 乘客包括因旅行泡泡计划受益的第一批返回澳洲的海外留学生 除此以外 坐标为州的大学包括莫纳史、莫大以及RMIT在内的大学相继向部分留学生发送反澳航班邮件 收到邮件的学生将搭乘大学的包机 第一批最快的是在12月28号和29号将会抵达 与此同时 各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线 悉尼一家餐厅给希望工开出90澳元的时薪 却仍然招不到人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会在年底时期给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 促进边境的开放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